高松火車站是在昨天下午的時候發生停電意外 有八千多戶受影響 至於台積電董事長劉德英是在前幾天就表示 說容易跳電是一個現況 不過經濟部長王美花接受媒體專訪的時候 做掛保證 說是在科學園區設置有專屬的 變電站 也有雙回路的設計 所以台積電不會有停電危機 不過王美花也坦言 說二零二五年 非核家園 以及佔生能源佔比百分之二十 這無法達標 所以重新設定在二零二六年的十月達標 佔生能源百分之二十這個結構 好像現在我們已經目標已經放棄了嗎 是叫做放棄 而是說我們用最大的努力 來達到這個相關的這個二十的這樣的一個佔比 二零二五非核家園 再生能源佔比百分之二十 經濟部長王美花再次明確回應 已無法達標 他坦承錯估形式 因過往的經濟成長率不到百分之二 近年台商返台投資 供電需求也大增 再生能源佔比百分之二十 定在隔年第四季 二零二六的十月 我們現在是朝這樣的目標來設定 不過三零三大停電後 進來國內跳電事件頻傳 十三號下午高雄車站附近 再發生停電意外 影響超過八千戶 經查是外包商施工挖斷潰線引起 但供電不足的疑慮 還是讓護國神山台積電感到憂心 董事長劉德英日前在股東會上 就公開表示容易跳電視線況 對於近來香港再度發放消費券 國內是否還會再發五倍券就內需 引發關注 王美花強調目前規劃的振興措施 只有針對餐飲業三十六億的行銷補助 目前申請人數約三萬人 將延長到六月底 記者黃漁委縣奇聞 泰報報導 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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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енд